你是谁啊 你和水水是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又是谁啊 我是水水未来的男朋友 水水 为什么祝之恶去收拾烙丝 他竟为了自己死于坑害全村村民 五舅 我提供的药 不仅能有效防止水果腐烂 还能治疗各种黑心病的无公害的药剂 水水 你说的可是真的 真的有这种药剂吗 是的 在意 而且这种药剂成本很低 我们可以卖给村民 从村民手中赚取少量的利润 这样不仅可以阻止四舅舅的阴谋 还可以帮助三姨改善家境 就在这时 五舅妈突然从外面跑了进来 不好了 水水 碰过农药的橘子树全部坏死了 就连树根都被烧成了大窟窿 看到母亲着急的样子 脆脆急忙询问道 难道水水的药出现了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 村长正带着一大金村民朝着这边赶来 当家的这下怎么办 五舅妈 别着急 我们出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此事门外 村长带着一群人将五舅舅家给围的水泄不通 每个人脸上都是愤怒的表情 水水 不行的话 你先进屋躲躲 这里我和你五舅帮你处理 村长 你们带着这么多人干嘛 难道我的要出现了问题 水水 我们不是来麻烦的 而是来感谢你的 张老司提供的药 不仅没能治好果树 还彻底把果树给治死了 使用水水纳半亩地的果树 明显开始恢复了生机 冰雀发黄的叶子也开始恢复成绿色 对对对 我们还扒开土壤 看见几棵橘子树的树根 不仅没有腐烂的痕迹 还明显笔直笔之前滋润了不少 水水 你哪里还有这种药吗 能不能卖给我们一些 我们群村都指望这些果树生活呢 其实这些药都是我三姨和五舅研究出来的 水水 这都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 怎么能把劳动成果给恶恶了 五舅舅 我们家现在不缺这点钱 这样说不仅能让你们赚一笔 而且以后你帮大哥收购水果 村民都会来帮忙的 行吧 那么和你三姨都听你的安排 我们一瓶要可以满足一亩地的需求 我们的价格也不像四舅舅卖一百块一瓶 我们只卖三十块钱 这么便宜才卖三十块钱一瓶 一时间果农将五舅他们喂的水泄不通 从五舅手里下了不少订单 而四舅舅从始至终始终没有露面 村子的果树解决完了 羊水水也准备带着七九回去了 七九经过这段时间的静养 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五舅 五舅妈 我准备回家了 水水 这么快揪腰回去了吗 不在这里躲完祭天 不了 我好久没看见我爸妈了 我挺想他们的 对了 四舅舅那件事我就不追究了 毕竟是我外婆和舅舅 我相信经过这段事情 他们已经不会再为难你和三姨一家了 水水 你以后要常来玩啊 我们会想你的 正在这时一辆汽车开到了张老五的家门口 五舅 你们家来亲戚了吗 张老五也不明白是哪门子的亲戚 只见车门打开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从上面走了下来 这个人正是正阳 怎么又是那货 与正阳一起下来的还有他的母亲 两人笑眯眯的走了过来 老正家的 你们这么又来了 张老五 我们今天特地来报喜的 我儿子买了车子了 这车子好几万块钱 可不便宜啊 要是水水能够和我儿子在一起 我们明年再去城里交个首付 买一套房子 这正家的人还真是脸皮厚 就那几万块钱的车子 就想取水水 简直做梦 你们干尽做 我们睡一睡造就舍锅 不会打鹰的 就算你们卖了车子 也没用 你们可别这么说 我们和以前不同了 水水 你就做我的儿媳妇吧 你们做梦 简直不自量力 刚说完又一辆豪车开了过来 卷起一地灰尘速度很快 张老五疑惑地说道 这又是谁啊 只见从上面下来一个帅小伙 这个人正是秦义 秦义看见杨水水 高兴得不行 水水 我终于找到你了 听说你要回桃仁镇了 我特地来接你的 秦义哥哥 你怎么来了 舅舅 舅妈 特 我叫秦义 是水水的朋友 张老五见秦义长得一表人才 还开着豪车 心想要是他的女婿就好了 郑阳看见秦义来了 和杨水水这么熟悉 他吃醋了 指着秦义说道 你是谁啊 你和水水是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又是谁啊 我是水水未来的男朋友 秦义震惊地望着杨水水 杨水水赶紧解释 秦义哥哥 不是这样的 是他自己脸皮厚 敢都赶不走 原来是这样啊 就理这样子 也撒泡尿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也敢基于我们水水妹妹 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不自量力啊 郑阳的母亲见儿子被羞辱 他上前说道 谁家的小子 你怎么说话的呢 我儿子怎么是癞蛤蟆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有车子 我儿子也有车子 我们不比你差 秦义冷笑了一声 看了一眼郑阳那破车 就你那也叫车 我们家司机都嫌廉价 你别乱说 这车可是我们今天刚提的 落地五万块钱呢 张老五因为负责给杨华收购水果 还去大城市出差过 他的见识比较高 张老五对郑阳妈说道 老真假的 秦少爷的车子 少舍夜腰伤浅弯 你们回去好好伤望查一查 郑阳妈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那车价值一千万 孩子报数的 儿子呀 他说的是真的 郑阳是个年轻人 自然懂得 是 是真的 说完他惭愧地低下了头 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水水妹妹 快上车跟我走吧 我送你回家 秦义的话刚说完 又有一辆车开了进来 袁不宜正在绣车记 风吹得他头发快飞起来了 袁不宜从车上下来 袁不宜 你怎么来了 水水要回来 我当然要来接他了 只是这改死的乡村路 害得我走错了 不然肯定比你早到 袁不宜说完 对杨水水说道 水水 坐我的车吧 我来接你了 郑阳妈看见又一个帅小子来了 他小声地问郑阳 白岸 他开的又是什么车 郑阳看见那豪车 都不想说话了 是我一辈子 不 八辈子都买不起的车 我和七九九两个人 你们开了两辆车过来 不是浪费吗 不止两辆车 据我所知 霍南城那小子也来了 只是他没开过这种乡村小路 被我甩在了后面 哈哈哈哈 羊水水大吃一惊 他就是回个家 京城四少就来了三个了 本来想低调回去的 现在反而整高调了 郑说着 霍南城的车子就来了 下车以后 霍南城都流汗了 诗诗 终于找到这里了 这村里面的路还真不好开 你要回去吗 坐我的车吧 怎么又来了一个啊 还没完没了了 妈 你别说了 我想回家 在这样的人群中 郑阳那辆五万块钱的车子 根本不够看的 袁布宜看了一下 郑阳的车子 诶 那辆车是谁啊 不是只有我们三个人来吗 那个人刚才他说是 水水未来的男朋友 霍南城和袁布宜一听 立马走到了郑阳面前 你再说一遍 你是水水的什么人 郑阳看着两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心里十分害怕 立马怂了 你们干什么 要欺负我儿子吗 赶紧管好你儿子 要是你管不好 我们会替你管的 水水是什么人 你们在纠缠他的时候 要先问一下我们三位的意见 儿子 我们回家 这轻视不要也罢了 你现在有车子 还怕娶不到媳妇吗 妈 路都被他们的车子给堵住了 我们走不了 那就给撞开 谁让他们挡路的 活该 妈 那车子死贵死贵的 寡蹭一点我们家陪不起 这边 秦义和袁布宜他们还围着养水水 水水妹妹 坐我的车子 我们从小什么关系啊 别搭理他们两个 水水 咱们也认识这么久了 给个面子呗 坐我的车子 试试 咱们一起在黄岛上面共患难过 也算是生死之交 你坐我的呗 我送你回家 杨水水看着这么多的车子 最终选择了秦义的 缘不宜 霍南城 你们回去吧 我只有一个人 没有分身 坐不过来 秦义得意的对他们俩笑了笑 嘿嘿 让你们不来 你们不信 待来了吧 睡睡 路上孝幸啊 谢谢五舅 我们走了 你们要是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车子急迟而去 他不愁家 他舍不戏话 就死不戏话 你们非要几次散返来说情 真是自讨裤齿 以后你们别来了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又不是你女儿 你神气什么 妈 你别说了 脸都被你都记了 都怪你 一直要来说情 今天我的脸真是被打疼了 说完母子俩也上车走 秦义他们的车队 经过张老四家门口 今天张梅和卫林刚好回娘家 卫林看见那一连串的豪车 简直羡慕的不行 那是谁家的啊 这破村子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豪车 足足三辆啊 在城里面都少见呢 一个邻居说道 那是水水的朋友 来接水水的 水水回家了 刚才张老五家门口 可热闹了 你说什么 杨水水表妹的朋友 是啊 那三个小伙子长得可真俊俏啊 而且家里还有钱 听说 一个是秦氏集团的总裁 一个是元氏集团的少爷 另外一个是霍氏集团的继承人 张梅听了 再看看卫林 心里真是后悔不已 早知道 当初她应该让杨水水 把那三个人借上一个给我 那她就发财了 也不用跟着卫林这个臭男人 卫林的家虽然在城里面 但家里并不富裕 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家里还欠了一堆外债 真是气死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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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